各位网友你们好,欢迎大家收看《心灵鸡汤之路加呼音》言读 我是苏宏仁牧师,我们今天继续思想路加呼音的讯息 我们去到路加呼音第八章22至25节,题目叫做《人生风暴》 未开始看这段圣经之前,请我们来看看经文 路加呼音第八章22至25节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对门徒说我们可以到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章满了水,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 耶稣醒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自主,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雨,连风和雨也听从他了 今天我们研究这段非常有趣的经文 一如以往,路加用非常简洁和美丽的希腊文 将耶稣平静方案的故事非常生动地描绘出来 而且深寻着非常有意义的真理 究竟在人生里面,怎样可以平静我们人生的风暴呢? 这段圣经最多让我们看到三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一,风暴的主老人,原来竟然是耶稣自己 第二,风暴不只是外在,更是内心 第三,风暴过了之后,那些门徒有奇怪的反应 这个反应就是恐惧的 路加的描述对我来说,好像完全都不合理 但其实这个正是天国的展映,非常精彩 首先我们看看二十二节至二十三节 亡命之旅,原来竟然是耶稣的主义 有一天耶稣和门徒上了船堆门徒说 我不可以到湖那边去,他们就开了船 正走的时候耶稣睡着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船堆门了水,甚是危险 第一件事情我们感到非常奇怪,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原来这个亡命的旅程,竟然是耶稣的主义 耶稣吩咐门徒离开安全的岸边 一起去经历这一次的风暴 马福音告诉我们,这个是晚上 路加之前描述耶稣望了一整天疲倦 就离开人群,到湖的对面安静的地方休息 所以耶稣在这个旅程中就睡着了 耶稣在两个不同的世界,天上的世界和地上的世界 他有两个不同的身份,他是神的义子,他也是人子 他既然是人,也有人的限制需要 这个正好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疲倦,他就睡着了 23节说,正行的时候,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船将满了水,甚是危险 23节告诉我们,正行的时候,湖上忽然起了风暴 这个湖是指着加利利海 我们觉得奇怪,为什么无端端是会起了风暴呢? 出发之前,加利利海是非常平静 又不是一个大的海,只是一个湖 怎会忽然起了风暴呢? 有些信徒以为这个是魔鬼作怪 是属灵的争战 尤其是灵恩派更以为这个是邪灵作怪 他们说耶稣起来,斥责邪灵,平静风和海 谁不是明正呢? 如果这样的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对认识加利利海的人士来说 这忽然,绝对不是偶然的 是有科学根据的 加利利海至南到北有13英里 东到西只有7英里 水最深的地方是达到165尺 但由于加利利海的水平线在水平线之下696尺 是世界最低的湖 四面环山 韦若淡河谷之中 这些的山河平均都超过1000尺 北边最高的黑门山达到9232尺 而于四面山有深谷 而加利利海的温度往往在夏天的时候 是达到摄氏表40度的 所以地中海的冷空气往往沿着深谷向下流 和热空气接触 就造成了这个暴风雨 令加利利海的波涂澎湧 而且可以在短短时间之内 天气突变令人措手不及 这只是路加所描绘的现象 究竟我们怎么去面对人生的风暴呢? 在人生当中 突然而来的风暴似乎是逃不了的事实 无论是疫症、失业、健康的变化、意外 都叫人焦虑不安 路加就告诉你两件事 第一 原来这是耶稣的心意 第二 耶稣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个风暴 他不是见到门徒 你自己去吧 他自己就留在岸上 不是 耶稣和他们一起在一个船上 这里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 风暴的来临绝非偶然 虽然是忽然 但不是偶然 耶稣心意是见我们去经历这个亡命的旅程 或者我们摸不着头脑问 怎么会这样啊 若白都想不通 但他明白一个真理 当遇到人生极大的风暴的时候 他就这样说 想起是耶稣和华神 收取也是耶稣和华神 唯有耶稣和华的名 是值得清重的 虽然 若白不知道 为什么神要去遇上这个人生的风暴 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 虽然是忽然 绝不是偶然 是出于神的心意 原来 他就是我们的老板 他对接受神的主权 对于若白来说 是毫无怀疑的 因为耶稣和华就是我们的神 我们的主 我们终来看看 究竟这个风暴是什么意思呢 风暴的意义 第24节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 夫子夫子 我不丧命了 耶稣醒了 斥责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自主 平静了 就好像刚才所说 这个亡命之旅 不单止是耶稣的主义 而且他还和我们同在 不是撇下我们 让我们自己去面对这个风暴 但是所不同的呢 当风暴来的时候 那些门徒就恐慌了 panic了 但耶稣呢 他依然睡着 其实风暴是什么意思呢 我小的时候呢 在香港的新界居住 我们家里呢 是养猪的 那些房啊 和屋啊 无论是猪屋 或者我们人所住的屋 都是没有屋来的 每逢打大风 我和我父亲都不敢睡 通宵看着屋顶 哇那些风吹到来的时候 摇来摇去 屋顶随时好像飞去一样 分分钟呢 整个屋顶都没有了 而我们呢 只能够看着 什么都能不能够做 风暴是象征我们 在失控的场景当中 全无招架之功 这充分显示了我们 无能和无助的境况 当风被浪静的时候 我们以为一切都在我们掌握当中 甚至以为自己就是神 我可以控制一切 这些其实是很蠢 很错的假设 在风暴期间 金钱和物质都不是最重要 反而见我们意识到 避难所都是最可贵的 平日我们的神 是觉得可有可无 风暴是唤醒我们 回到耶稣基督里面 在神里面 那些才是真正的避难所 但是面对着风暴的来临的时候 门徒的反应是怎样呢 二十四支就说了 门徒来叫醒了他说 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 盧家苗说得非常逼真 丧命这个字 希腊文叫apolumi 文化上属于middle voice 这个就是去广东话所说的 死定了 这会死定了 而且是一个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他们手足无躁 以为死定了 大声说死定了 马可苗说这件事的时候 再加上一句 有没有搞错啊 在这个时候还睡得着 他们不明白啊 他们说得不妥啊 也都是不安 这些正是我们遇到风暴的时候 回应 这个panic 这个字就是了 从人的角度来看 作为一个领袖的耶稣 绝对不是一个好领袖 门徒正是对付这些风暴的时候 自己人就去睡觉 真是叫人难以自信的 究竟耶稣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风暴呢 究竟耶稣给我们一些什么良荒妙弱 去面对人生一些的大风暴呢 答案就在25字 耶稣平静完风浪之后 就问门徒一个问题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就要详细来看一下这幅图画了 当时他正是处在风暴之际 船满了水 极其危险 但在这个时候船还没沉 可以说呢 他们营肃安全 船还没沉 虽然有危险 但是未到绝望的境界 即是说在这个时候只有两个可能性 一个可能性就是 船沉 落海 浸死 按着这些门徒的经验 他们以为现在正是死定了 一定死了 没得救了 死定了 寒风暴雨 在这个湖当中 在这个海当中 真的死定了 第二个可能性就是 风暴过去 没事 有经无险 最后到对岸 就好像耶稣说 我们可以到湖那边去 如果那些门徒信他们的经验 他们打鱼的经验 他们航海的经验 他们人生的经验 那他就说 死定了 今次 希望甚微 于是他们就 panic 但如果他信耶稣的话 耶稣说 我们到那边去 而耶稣又是座言起人 和他们一起到那边 如果他信得过耶稣里的说话 我们一定会去到对面岸 心里面就平安 好像耶稣去睡觉一样 Philip Yancy 就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字来形容 信心 faith是什么 act as if 悶徒 act as if 他们正在写 他们正在写 那他就是panic 恐惧 耶稣 act as if 平安 到达另外一边 那他就睡觉 他就有平安 耶稣就问他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你们是信你们的经验 即是信耶稣的应许 那问题就是你信什么 原来我们面对人生的风暴 是在乎我们怎样去理解这个风暴 如果你以为这个风暴是暴露了人的限制 人没有办法控制大自然 那我们就要回到那个万古盘石的神那里了 因为在里面才有真正的保障 那如果我们这样想法呢 心境就很不同 act as if的信心 是给我们很大很大的提醒 耶稣跟我们同坐一条船 那还怕什么呢 我们看看最后他到底是谁 二十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耶稣说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蜂和水 连蜂和水又听从他了 如果你看看这个故事的结局 就觉得很奇怪 也都非常的震撼 甚至叫我们八思不得其解 二十五节就说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彼此一传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蜂和水 连蜂和水又听从他了 为什么我说这个结局 令人震惊呢 你看看门徒的反应 在大大平静之后 几年之间大大的恐惧 甚至比先前的恐惧更厉害 为什么 何解 首先我们去看看 耶稣是怎样去平静这个风浪 非常奇怪 他不是在那个时候祈祷 神啊 父啊 求你平静这个风浪 不是 他说他是斥责狂风大浪 斥责这个字 希腊文呢 是叫epitimao 这个字有几重的意思 第一个意思是 扎臂 更淨 就好像路加班第九章五十五节 耶稣转身扎臂两个门徒 说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是有扎臂的意思 所以九章五十五节呢 这个字呢 epitimao的字 在那里就认为责备了 这个字也可以认为分祝福 好像马可福音第三章十二字 耶稣再三地祝福他们 不要把他显露出来 这个祝福这个字呢 其实又是epitimao epitimao这个字来的 可以认为祝福 但也可以认为斥责 就好像马可福音第九章二十五节 耶稣罕见众人都跑上来 就斥责那乌鬼说 你这龙雅的鬼 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原来这个字又是epitimao 这个字 是可以解作斥责 所以这个字有三个 三同意识 责备更正 祝福 和斥责 马可除了用epitimao这个字之外 他另外就加上两个字 非常有趣 一个是silpao 另外一个是fimoo silpao是什么意思呢 shut up 收声 闭嘴 静下来 中文字叫静下来 另外fimoo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解作闭嘴 中文字叫静了霸 住了霸 其实三个字 epitimao silpao 和fimoo 都同样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 发出这些声音的人 是满有权柄能操纵 风暴是象征失控 人的失控 但是耶稣是永远不会失控 他是操纵风暴 方者 路加是用 Aeristans 这个希腊文的Aeristans 意思就是 很快出去 立即 风和浪就立即停止了 可见耶稣是真真正正拥有权柄 所以门徒说 把杀身体 不能杀灵魂的 不要怕他们 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那些门徒怕 是怕错了对象 他面对取得他身体的风暴就是恐惧 但面对着能够取得身体和灵魂的耶稣 他全不敬不尊不理的态度 我们岂不是和这些门徒一样都是怕错了对象吗 我们怕邪恶的政权 我们怕cancer 我们怕失业 我们怕生意失败 我们怕失恋 我们怕失去健康 我们怕失去面子 但从没想过 真正值得我们怕的 其实是只有耶稣 但我们偏偏 不去怕那个圣过一切的耶稣 反而当他没到 难道我们真的要经历一场人生的风暴 才能够体会到吗 我想大家想一下问题 你怕些什么呢 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呢 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恐惧呢 这段圣经 对你来说 亦有什么帮助呢 好 我们今天 看起来为止 下次继续和大家思想 陆家福音乐讯息 是这样 拜拜